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讲三个消息 然后再讲一讲中共政权现在所陷入的三个陷阱 三个消息是两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先讲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就是关于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现在的进展 现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上了一个新的层次 大家记不记得过去香港的所有的大型的抗议游行示威活动 都是发生在港岛区的 那是香港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但是7月7号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突然转移了阵地 转移到九龙区 为什么要转移到九龙呢 因为九龙地区那是香港这个大陆民众到香港自由行 最经常去的地方是大陆游客最多的地方 7月7号香港23万人上街游行 去九龙地区 像在九龙旅游的购物的那些大陆游客 向他们宣讲香港所发生的事情 告诉他们为什么香港人民会走上街头抗争 为什么香港人民不是暴徒而中共在香港的统治那是暴政 这个举动啊那就让中共吓得不轻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最怕的就是香港变成一个民主抗争的 甚至是维权的一个基地 因为香港他还多多少少现在香港老百姓 还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他又可以利用这种 运用这种自由的权利啊 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来进行自我的组织 来进行抗议 他们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又把这一套抗议的这个方法 把这些抗议的信息向大陆民众传播的时候 那么这就影响到中共的统治根基了 在香港中共的统治啊是用的代理人 那是他们的傀儡 要把中共比作一棵大树的话 香港那个地方啊是他们的一个树枝 你把那个树枝砍掉了 不影响那个大树继续生长 但是呢中共他们的根基是在大陆 如果有人要去挖这个树的树根 那这就危害到他们整体的政权的这个安全了 这个时候啊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紧张了 所以过去的这个占中运动啊 或者叫雨伞革命 还有这次的反送中运动 他们最害怕的是整个运动向内地扩散 影响到内地 是怕内地的人民呢群起响应 所以这次香港人做的真是好 他们打到了中共的软肋 打到了中共的痛处 我相信很快中共啊就会向香港人民让步 当然了让步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习近平他想让步 但是呢还有中共内部的其他的派别 那些啊反习的派别 他们可能会打着极左的旗号 逼着习近平不能够让步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始终要保持这种香港的张力 让香港人民他们的抗争一步一步的提升 最后真正的危及到这个中共在大陆的统治 那个时候习近平他个人的这种独裁统治就可能崩溃 崩溃了之后 中共体制内的很多人 他们就感觉到一下子就安全了 因为习近平的存在 他就像毛泽东当年呢 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那样的一种状态 对所有中共党内的其他的这些派系 那很多很多的党内的这些高层 那都是一个巨大的人身安全的威胁 所以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现在是大陆老百姓呢 跟香港互相呼应 借助香港人民的这个抗争的这个势头 来发展自己的维权运动的一个很好的时机 所以第二条消息呢 就是关于武汉阳罗地区的人民抗争的消息 也是这次破了一个记录 过去的这些维权运动 一般的都只能持续个三天左右 就被镇压或者是被消解掉了 但是呢 这一次 一下子达到了十天 十天 十天这么久的这个长的时间 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这是中共他的这个维稳的力量变小了吗 不是 中共的维稳力量 过去的那一套网格化的维稳的机制 他们还是在照常运行 而且呢 他还加大了力度 这一次让阳罗人民之所以能持续抗争这么长时间 主要是他们改变了战术 大家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无论中共有多强大 只要我们呢 把战术改变 我们总能找到一种战术啊 能够对付他的 让运动可以持续下去的 他们是什么战术呢 就是维权游击战术 那你这个警察来了 我们如果是能够 人民的力量能够压过警察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跟你有正面的这种抵抗 让警察呀 你不能够抓人啊 让你警察不能够 这个大规模的施暴 但是当你调集了周围的好多的武警 都到这个城市来了啊 这次阳罗派了几十辆这个镇报车啊 上千个几千个武警啊 我这个到街头啊 像鬼子进村一样的到街头啊 去进行这个 啊 镇压 这个时候阳罗的人民呢 他们就选择了一个战术性的退却 那白天的时候 他们就根本不上街抗争 大家该上班上班 该去购物的购物啊 该上学的上学 一到了晚上 当武警 他们要回 要回到他们的这个 驻地区休息的时候 老百姓就一下子就上街了 而且上街呢 有各种各样形式的 你就根本分不清 他到底是上街乘凉的 购物物的 还是去上街抗议的 当然人一聚集在一起 聚集多的时候 这个自然的就变成了一个抗议的活动 这样就让这些武警 这些警察呀 疲于奔命 他们来了 洋楼的人名又撤了 所以你看见 很多这个网上面传播的视频 都是在楼顶上啊 晚上的时候 在楼顶上 在自家的这个窗户边上拍的 武警呢 他们虽然正是很庞大 但是呢 街道上面是空的 所以用这种 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 敌注我打 敌疲我扰 这是毛泽东的战术 现在我们呢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非常非常的有效 游击战术 这一套战术 如果是啊 能够推广到全国 其他地区的那些维权群体 尤其是那些 因为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 为了保护环境 整个村 整个镇 整个城市 一起出动的那种啊 环境 那种维权的事件当中 那将会发出极大的 极大的威力 为什么说有极大的功效呢 这是因为如果是每一起的这个维权抗争啊都能够持续半个月一个月啊 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那么很快就会发生一种现象就是啊有好多个地区的抗争了他在时间上面重叠了大家会发现五个城市甚至十个城市有同时爆发大规模的抗争 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那这些巨大规模的抗争他们相互之间就会自然的形成一种共振效应 那就会发出强大的这个对中共政权的冲击力 那现在呢 按照自然的频率大概是每个月那有一次到两次全国啊爆发大规模的这种维权抗争 如果每一次抗争都能够持续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有四次四个大规模抗争同时爆发的这种场面 那今后随着这个失业率的增高随着物价的这个提升随着中共的他们的对老百姓的这种限制和这个剥夺越来越严重 那么抗争的频率他自然还会提高可能一个月三次四次 那而每一次呢都能够延长到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 那么就会出现多个地区同时发生共振的这种现象 那么那就是整个社会大变革的一个开始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希望朋友们大家都来传播阳罗地区的这种抗争的经验 也希望阳罗地人民呢这次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现在已经破了这个三天的记录啊 也破了一个星期的记录已经达到了十天 我们再去再接再厉 那坚持他半个月甚至坚持他一个月甚至坚持到两个月 将会是对中国的一个极大的这个一个贡献 将是对中共的一个极大的打击 上一次的革命 辛亥革命 那是武昌地区爆发了首亿之战 那么这一次极有可能 阳罗地区就成为新的这个民主变革的一个首亿之战 现在呢再来讲第三条消息 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啊前些天有一些网友在谷歌地图上面看到了 现在三峡大坝啊已经出现了变形 那么这个消息啊传播的很快 中共呢他们也很快的出来辟谣了 所谓的辟谣了 他们说啊这是因为谷歌的这个卫星成像技术还不够过关 所以显示出来的这个大坝啊有变形的现象 实际上大坝还是按原来的这个形状 那么现在有一些网友就提出了一些疑问 说你这个啊卫星成像技术只有越来越好的 那以前的卫星成像关于三峡大坝的 为什么都是直的 现在就变成了弯弯曲曲的 为什么其他地区的这些大坝这些公路 本来是也应当是弯曲的 那为什么他们还是直的 仅仅是这一个地区啊 这个三峡大坝出现了这种现象呢 这是第一个疑点 那么第二个疑点呢就是啊 中共体制内的也有一些这个最高层的啊 最有经验的这些水利专家 有一个叫做王维洛 他也出来解释了 他说这个现象啊出现是极有可能的 因为三峡大坝并不是按照我们传统的 我们大家想当然的认为是那个大坝啊 都是由钢筋水泥深插到这个地下的这个岩石基础上面的啊 大坝是可以不动的 他说实际上大山峡大坝用的是混凝土重力大坝的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啊 他和底下的岩石并不是说由钢筋呢 联系在一起的 固定在一个地方的 而是啊 他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重力 让那个大坝就直接的坐在那个岩石基地上面 那么当遇到强大的外力啊 它是可以移动的啊 或者是遇到这个气候的急剧的转变 它是可以移动的 或者是因为时间太长了 那它是可以移动的 这就给这个大坝的变形呢 提供了一种解释 就是说这个变形呢 这是可能完全可能发生的 而一旦变形了 那当然整个大坝 它就会有危险 所以他这么一解释啊 就更加值得担心了 那么现在到底 这个大坝有没有危险呢 我们是相信自己的常识 还是相信中共的解释呢 我觉得从历史经验上面看 中共是绝对不能够相信的 他们过去曾经说了很多的谎话 造成了人民巨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 比如说啊 在76年的这个唐山大地震的时候 有一些专家本来是已经监测到 这个有可能发生 极有可能发生大地震 这个时候啊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就应当通知当地的老百姓 但是他们没有通知 造成了唐山 唐山25万人的死亡 那上一次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也是有迹可循 也是啊 有先这个有先造发生的 也是有专家呀 主张啊 给大家发出警告的 但是呢 中共它也没有发出警告 那最后啊 也是造成了十几万人的这种伤亡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政权 大家还能够相信吗 绝对不能够相信 那么大家现在怎么做呢 第一个一定是要采取 那我们所能够采取的预防措施 比如说 家家都要准备批发亭 大家家家都要随时注意着这个上游的 这个关于山峡大坝的消息 那当然这只是治标之策 不是治本的方法 怎么样治本呢 大家一定要联合起来 向中共问个清楚 问个明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当然有朋友说了 他们怎么会说真话呢 有让他们说真话的办法 如果是我们能够联合起来 在各地啊 都能举行大游行 然后要求中共 邀请联合国的水利专家 大家联合来做一个考察 最后得出的结论 那个就可以值得相信了 如果联合国 世界各国的 包括那些西方国家的 他们的水利专家都来说 现在这个大坝还是安全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安心了 我们就可以安心回去工作了 安心回去学习了 如果是那些专家 他们说 现在已经有隐患 那么我们就要及时的采取措施 要么就消除这些隐患 要么就是让中共赶紧采取 整个整社会动员的方法 让大家搬到更安全的地方 这个是三峡大坝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在三峡大坝的下游 这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 最密集的地区 上亿的人口 大家的生命和财产 都在这种 三峡大坝的威胁之下 都面临着这种巨大的隐患 这个怎么能掉以轻心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赶紧行动起来 说到这个信任的问题 中共现在已经是完全丧失了老百姓的信任 这个就是说明中共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陷阱 在内政方面 他们已经陷入了塔西陀陷阱 古罗马的有一个历史学家 他有一段名言 他叫塔西陀 他说当一个政权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之后 无论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大家都不能够相信他了 那么这个政权 他就陷入了一个陷阱当中 他就有了他的危险 那么现在中共就是陷入了这样的一个陷阱 他们即使是说的真话 我们也不能够相信了 因为他们说假话的记录太多了 他们做坏事的记录太长了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够寻求国际上的帮助 只有他们也要引入这些国际上 大家值得信任的这些机构 这些团体来帮他们背书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相信他们 中共陷入这个陷阱之后 他们是出不来的 那么他要很长很长的时间要进行善政 才能够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 而我们现在看见的是中共这个政权 他们是越来越无耻 他们撒的谎越来越多 越来越不值得信任 这是第一个陷阱 那么第二个陷阱呢 就是修西底德陷阱 这也是古希腊的一个历史学家 他叫修西底德 他曾经书写过一段这样的历史 就是古希腊那个时候有两个城邦国家 一个是叫斯巴达 一个叫雅典 斯巴达是最先强大起来的 一个武力强盛的国家 而雅典是通过商业的活动 它也逐渐的发展起来了 最后呢当雅典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斯巴达就认为他即将要损害 他在这个地区的这个政治秩序 那么就跟他发生了战争 两个国家就发 城邦国家就发生了冲突 现代世界的这个秩序啊 和古希腊城邦时代的那个 古希腊地区的那个国际秩序啊 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但是这个修西底德陷阱的理论呢 还是可以适用的 在一战和二战 这就是明显的两个例证 一战时期是因为德国 这个新的强权他崛起的时候 他准备破坏这个既有的国际秩序 那么那些其他的国家 叫做协约国啊 联合起来来抵制他 最后双方爆发了冲突 最后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 又是有新的这个强权啊 德国啊 意大利和日本 他们崛起了 他们要重新改变这个秩序 重新用他们的这个理想的秩序 来改变这个全世界 那么最后又遭到了 新的过去的那些啊 这个维持世界秩序的那些国家 主要是英国法国和美国 他们的联合的抵制 最后也把他们给打 把这个新的强权给打败了 那么现在呢 大家又看见了 中国过去啊 在中共的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改革开放的政策下 他们积累了一定程度的 经济上的资源 他们用这个经济上的资源呢 来这个整军金武啊 来扩大军备 然后呢 在全世界进行政治上的渗透 经济上的扩张和军事上的威胁 已经对既有的现存的这个国际秩序啊 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 而那些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美国啊 欧盟还有这个啊 日本还有其他的很多的 一百多个民主国家 他们就是感觉到 这种威胁 一定要及时的处理 不能够犯过去 这个二战之前啊 这个西方国家所犯的那种 绥靖主义的错误 让一个新的这个穷兵独武的 这样的一个强权呢 发展壮大到 他们很难应付的那种程度 现在要提前采取手段来应对他 所以现在这就是啊 中共所面临的第二个陷阱 就是在外交上面 在国际上面 他们已经陷入了修习底德陷阱 第三个陷阱就是中产收入陷阱 在过去几十年 有很多国家在这个 从一穷二白的这个状态 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状态的时候 发展的非常的迅速 但是当他们的收入达到四千美金 人均国民收入达到四千美金到一万二千美金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那有很多国家他就发生了一个 这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突然停滞下来了 甚至是倒退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 他们运用了他们的这个廉价劳动力 制造了大量的廉价的产品 然后把这些廉价的产品 卖到其他世界各国 当他一穷二白的时候 世界上其他的那些发达国家都容忍他们这么做 但是呢 当他这个国民收入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的产量达到这么大的程度的时候 那些国家就不能够继续忍受他 长期的赚取这种贸易的顺差 那些国家他自己要保护他自己的市场啊 他一直来把你当做让你把它当做这个倾销产品的市场 他本国的经济也受不了啊 那现在中国和美国的这种经济关系就是这样啊 和欧盟的经济关系就是这样啊 他过去容忍了你二十几年 让你去倾销产品 但是不能够永远这样下去 那当你的经济越来越庞大的时候 他们就这个市场所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 他们就一定要联合起来来抵制你 那么这个时候呢 整个国家的经济就陷入停滞了 那有些国家他们为什么没有陷入这个中产阶级收入陷阱呢 你比如说像日本像韩国像台湾 为什么他们的这个经济增长 它是持续的一直在向上面增长呢 为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啊 他们这个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他们照顾到老百姓的底层老百姓的利益 他们实现了基本上的公平的分配 你比如说日本他刚开始的时候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是一穷二百被炸成一片废墟 他们的经济也几乎是从零开始 但是呢 30年以后 他们实现了90%的人口成为中产阶级 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济上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 他们的这个经济分配是公平的 那么当有这么大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的时候 虽然日本人也很节俭啊 也不太消费 但是有这么大一个中产阶级的时候 当你美国人开始抵制他们的时候 他们自己国内还是有庞大的市场 所以有这样的市场 他才能够健康的发展 同时呢 他们赚到的第一代人呢 付出自己的血汗赚到的这些钱呢 政府用来提升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教育水准 让下一代的人不需要再用这个付出体力劳动的方式 而是让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 他们就能制造出更好的产品 同时呢 他以为所有的国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福利待遇 养老的待遇 医疗的待遇 这些待遇都提高了 那么老百姓手上有的钱 他们就赶花了国内的市场就变得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庞大 经济就可以持续的发展下去 中国就相反 中国啊 他是把几亿人 几亿的这个社会底层的 尤其是农民工 这些人呢 把他们锁定在这个血汗工厂里面 让他们一直在那里生产廉价的劳动产品 而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之后 他们并不用来提升整个国家的这个教育水准 并不用来呀 这个来改善人民的这个福利待遇 所以到现在呢 教育变成了产业 医疗变成了产业 养老呢 也变成了产业 小孩子教育也是一大负担 养老也没有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是有一部分人成为中产阶级了 一小部分人成为中产阶级了 他们也不敢花钱 那而且生一场大病 他们就会重新回到贫困阶层 在这种情况下 国内的市场没有 全部靠倾销到国外去倾夺别人的市场 怎么可能持久呢 这个陷阱 中共啊 现在已经完全落进去了 已经爬不出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中共啊 可以让中国爬出这三个陷阱 那就是一场政治变革 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 让所有的人都享有 这个结社的权利 主党的权利 让整个国家建立一套公平的司法体系 让多党制出现在中国 让政权可以更替 政权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进行更迭 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国家才会形成一个公平的利益分配的机制 形成了公平利益分配的机制之后 才会有中产阶级的逐步的发展壮大 有个十年二十年 中国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正常的国家 一个公平的富裕的国家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